对 我吃软不吃硬的 哪怕我的敌人 在这件事情上 你说了一句真实的话 你就说你错了 跟我说对不起 我这件事错了 一笔勾销 啥事都没有了 就越装比 越来劲 我装啥样 我能跟你扛十年 你有想过 把自己的这种风格 拿到屏幕上吗 就是说话的这种 口无遮拦 我不知道什么风格 反正我都就是 我只是想活得不累 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完了 对于人交流就完事了 其实不是口无遮拦 我的老师经常说 我说我金星说话 是最有术的 你在主持金星秀的时候 当时是想把自己的状态 用到节目里吗 没有 我都没想到做 当时今天 我的想法 随时给我节目拿掉 我没计划的 玩呗 压根也不是我专业 做好了行 做好了偏德 做不好也无所谓 反正我是个跳舞的 妈呀 只是一看 不就是翻墙 跟着金杰扮演上来 找我那个三东大妞吗 这打扮成这个样子 我差点以为杨丽萍老师 改唱歌了 人家结婚 离婚是人家的事 让你震动什么呀 社会新闻天天有 娱乐圈天天都有绯闻 每次你都跟着震动啊 你当你自己是低震营呢 出个鬼 别整得好像你 还挺受委屈 是得好不好 还同文并茂 头头是道 知道的是你出来盗窃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开产品发布会 如果一个人不喝酒 就不能做演讲的话 那只能说他是灵魂的虚弱 只能靠酒精才能给自己 表演壮大 金杰我再教你一句话 你发现就是金星秀 是不是让你挺释放的一个节目 也没有 前面是你的脱口秀 后面是访谈 对啊 我觉得你在访谈的时候 没有前面那么释放 访谈因为我要尊重人 来的都是客 我没必要跟客人撕破什么一样 对吧 而且客人如果真实的话 大家一起真实 客人有说还不释放的话 那我就帮他拢一拢呗呗 有些客人还要装 那我就帮他装到底呗 我觉得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你选择各样生活我都接受 只要别对人使坏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咱们特缺德的是 损人损人还要立即吧 很多人现在干涉损人不立即 这段视频拍摄于2005年 当时大儿子都督来到金星身边 刚满四年 转眼六年过去了 孩子已经长成一个 可以独立思考问题的小大人了 在四季公园我带他玩 我就问他 我说儿子你最爱的人是谁 他说妈妈我最爱两个人 生我的妈妈和养我的妈妈 是同等重要的 你听他这句话之后什么感受 我特感动太对了 他怕我不高兴 他说你别难过呀 如果他不生我的话 你也养不了我 我说儿子 我说妈妈太高兴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是哪国人 是英国 再说一遍 他是哪国人 他是美国人 开玩笑 再想一想 他是德国人 知道是德国人